這個世界買有風險 不買又有不買的風險 連官網都有風險 物業投資者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要記住 不要想著可以 最重要是 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們先看看最新一期的CCL 報137.19點 按週升0.07% 低位反彈 連升了兩週 今天我們除了繼續有私生 也邀請到幾位集團行政總裁 兼資深投資者湯文亮博士 你和我們一起說說 樓市的前景 看看兩位有什麼看法 兩位你們好 大家意料中視 要等它多數次才能夠 效果才會出現 因為現在突然間不減怎麼辦 但最近的例子已經開始了 以往大家預期是慢了差不多一年 大家預期去減息 去年尾或今年初已經開始去減息 大家有些失望 我已經有些失望 還沒有減息 我估計美國都捱不住了 減息對整體來說 就算對消費行業 那些人的錢去了供樓 或者商業那些就給了利息 沒得消費 對商業來說是好一些的 對個人功闊也好一些 你減到2.5%也多的 慢慢減下來 如果你整體減到1%或1.25% 樓市的影響很大 實際上樓市最重要是信心 樓市有幾個因素來看 樓市有負面症 第一 辣椒 OK 沒問題了 第二 剛需在那裏 為什麼 樓價雖然跌 租金升 租金才代表剛需 接著我們人口增加 以往有一段時間減了很多人 減了2.30萬人 現在增發 剛才你再減息 最後銀行開始放錢買樓了 這個是政策開始 如果銀行放錢 幾個因素之後再配合股市大升 我估計樓市都 不要說翻身那麼厲害 復甦 大家就不用看得那麼淡 千山有沒有什麼看法 如果純粹看這段時間的市場的活躍程度 增幅就不多 雖然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在九月份公佈了四次 只有一次跌 三次都是升的 不過升幅就不算很大 但是有三個星期升都不簡單 還有這個還是減息前的市場表現 因為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都有一些滯後 它是成交了才去統計的 我估計10月份出來的指數會更加好看 這也是有一點止跌回穩的跡象 你跌得越多 它就會變得越容易買得起 還有你那個價錢跌了之後 它再跌的那個空間也會少一點 所以我就之前一段時間都 有很多人看淡的時候 我都已經看好一點 過完下一個月就可以看到究竟樓師 是不是真的學那些人說都這麼差 我自己認為調整都相當足夠 加上剛才說股市都升了很多 股市這次升得比美股的 美股去到高位又升無力 港股越升越有 初初升1%已經覺得升不少 所以市場的氣氛是改善了很多 改善的原因其實這次就 跟香港的關係不是太大 反而是內地政府的救市行為 那些人一直都預期中國政府都要 減息、降種、放寬貨幣流通量去救市 但一直沒有做 沒有做就是讓美國先減息 因為如果美國未減息 中國政府做這些行為 會令到人民幣的匯價受壓 因為兩地的息差會拉闊 現在美國減息和美國這次減息 第一炮都減了0.5% 對後市的預期 都不只是減一次算數 今年之內還會減多兩次 明年、後年都是看減的 所以中國政府的救市政策 可以陸續有例 有需要還可以加碼 中國做了些甚麼呢 一個就是貨幣寬鬆了 選了存款準備金 即是銀行的存款 中國政府都不讓你用完 有一部分要拿來做準備金 準備金可以不用放那麼多 其實就會流出市場 釋放出來的資金過萬億 過萬億不算多 上次舊市用了4萬億 即是金融海嘯的時候 但是現在接下來還會再減息 還會再出手 所以政府有兩樣東西是變成的 一個由不肯用貨幣政策 到現在開始用 另一個是中央開會 是準備救了樓市 即是以前樓市就不給救 認為抵他死了 現在就知道 如果不夠是拖累整個經濟 所以中國政府接下來會救樓市 救股市 放多些錢出來 整個市場氣氛會改變 最先反映出來的就是股市 做股票的人經常說他們是聰明錢 這次可能都聰明 即是他現在一動 那個帶動的力量都不少 香港昨天的股市的成交量過了三千億 今天五千 我跟你說 我跟別人賭 我跟別人賭 我認為五千億機會少些 現在是二千五的 是嗎 是 上半週二千五的 所以你看多興奮 即是接下來都 我自己覺得市場會逆轉 即是 開始逆轉的時候 有一堆彈友都收口 因為市場會打他嘴巴 因為市場會打他嘴巴 昨天我在另一個場 都有一個跟我一起做的 仍然是體坦的 但是我相信今天再說他 都要調整一下口徑 我昨天也是在這裏做 也是在這裏做 又看淡一點沒有力 沒有力 看淡一點沒有力 我不敢來 如果唱淡一個就沒有市場 很快就被打嘴巴 所以我自己覺得 市一好 普通人看市的方法 見聲就說聲 所以見聲他又不想說聲 唯有不說 實在是對的 因為線上升的時候 這樣會升多一點 跌的時候會跌多一點 實在是準的 開始的時候是 但是跌多了就會沉底 找到底在哪裏 它是反過來走的 剛才湯先生也有提到 其實近半年租金都上升 其實部分一個原因 就是一些可能持有物業的業主 他們放了自己可能自住物業去租樓住 那求就多了 其實未來這個情況 會不會有些改變呢 那租金未來的走向又是怎樣 我想租金 無論樓宇成交量 就是樓價上升 租金就更加上升 就算樓價下跌 租金也會上升 因為你看看 中間跟人口成正比例 因為剛才我講過 好像是剛性需求來的 現在你看看我們是專財優財 專業優財 我都有很多朋友 以專財優財來香港 或者是子女 他就說 他不想買樓住 我都要住一年半才買 住落了穩定了才買 你看看多幾個月 那些是釋放出去買樓 另外那些中學生 現在中學生威衰 中學校中最威衰 出名那些 要吃飯就隨時吃 很多國內人 媽媽帶子兒女來住買樓 這些一定是買校區內的樓 現在不買都要先租住 還有大學生 因為大學生以往准收20% 即是五分之一 現在是准收20% 再多20% 即是同量 以往20 over 100 現在40 over 120 即是收三分之一 內地生或外國生 當中有很多數量 是收滿的 不是說那個數量收不滿 是收滿了 變成這些大學生要租樓 要租樓 即是樓宇其中的那些人數支持 都是租金的問題 我們自己現在開始改變策略 就是不用買一定的豪宅 不用收租 我們買四單位收租都可以 有些年輕的同事去管理 你買幾百塊回來 這樣都可以做的 反正印花稅不用那麼重 以往你用有限公司賣給15%印花稅 沒有必要的 你現在用有限公司賣正常印花稅 而且你突然賣掉的時候 不需要支付SSD 或支援書 你沒有這些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時間 我覺得樓市 大一點就是 前幾個月一直都在說股市會反彈 會很急速反彈 沒有人相信 在17000點的時候 人們還要買 最壞的是15000點 15000點 16000點 不夠膽 好像有人說 蘇生岳 再跌空間不大 但是一反彈就是這樣 一反彈 現在我們樓市最缺乏一件事 就是成家量不足 當成家量一大的時候 樓價就會飆得很厲害 就像股市一樣 股市成了兩大 但沒有人有 昨天三千億是兩萬點三千億 如果這個是三萬點 這個是四千五百億 這個是很厲害的數 我覺得 我比較樂觀一點 因為我自己都拿這麼多東西 當然樂觀看一點 但我覺得 你為何從悲觀的問題去看這件事 我們那個金融中心 大家全部都看不到 那個金融中心 突然變回紐倫港 突然說 他贏了新加坡2分 上一次來落後1分 現在貼著倫敦輸1分 下一次真的有機會跳倫敦 你記得在過去一年 平分的那一年 我們被美斯侮辱 你知道嗎 我去看球 人家送給我 五千元一張費 兩張費 五千元 他還要請我吃飯 因為我和兒子去看球 他去看球 但美斯不出場 他嚮導但不出場 打個招呼都不打 正是欺騙你 人家在新加坡那邊 Terry Swift 挺好 叫好叫做 人家的組織能力 比你強很多 但為何我們會贏了新加坡呢 這個世界 需要一個金融中心 是不受到美國控制的 因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都是受到美國控制 不用得控制 或者用interference 干擾 他可以干擾你 他沒有干擾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來香港做生意人 我認好很多人 來香港做生意人 我們要不需要應酬香港官員 他是不需要的 從來都沒有香港官員去找他 反過來去新加坡 你去新加坡他就會問你 如果先生去新加坡 新加坡駐公司 有些相關的官員 你會問你那些好嗎 有什麼問題 如果國家有政策要配合 要走索 你們就不要用索膠 以後用紙杯 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沒有interference 亦都是interference 沒有官員 你叫官員請我吃飯 他都不敢來 他都不敢來 免得被人拍照 所以我覺得 大家向好那邊看 重返紐倫港是很重要的 我們全部 金融位置都出了 重返紐倫港是很重要的 我想對你之前提出一些異議 你說那些業主 賣了一層樓 轉為租樓 是影響供求的 如果從樓宇市場來說 是沒有變的 他都會在香港住的 只不過是買和租的區別 租都是一種使用 所以一般 譬如我們以前 學做些飯的時候 我們看差量物業股價處 那些統計資料 他是計算那個叫做take up take up就是使用 吸納 租都是吸納 他只是空置才有問題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些 其實是不影響樓宇的供求 如果你是從使用的角度去看 香港建了一些樓出來 有些是賣給人的 有些是買了租給人的 總之他租得出 所以他不可以計算 是供過於求 樓宇本身 他都是有使用量 有需求 我自己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香港的住宅樓宇 就沒有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 如果從使用的角度去看 香港的住宅樓宇 只不過現在賣樓宇 被以前困難了 被以前困難了 被以前困難了是甚麼原因呢 就是現在是用家主導 投資者少些 如果用家主導 樓宇本身就不理會 都未能用 所以到入火 他才會有興趣落搭 因為他買來用 所以有一堆貨尾 擠一下擠一下就發入火 入了火之後 就陸續會買得去租得去 所以我認為香港房屋問題 跟大陸差很遠 大陸真的供過於求 大量空置 起突了 香港沒有起突的 沒有起突的情況下 樓價不應該好像現在這樣 跌完一年又一年 那個是一個信心不足造成的 而這個信心不足 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判斷上面 我同意信心不足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信心充足 他就買了一層樓走去 你香港不斷 但是信心不足 就是我買了一層樓 又租了一層樓 然後只有一半的信心 所以我覺得 減息其實都多多少少 為及了工商店 但是香港現在的經濟環境 都仍然有些不明朗因素 單單靠減息 是否夠不夠到這個工商店的情況 工商店有些少少不同 因為工商店就是 疫情的時候 譬如你住一層樓 你租人一層樓住 疫情的時候 業主沒有減息給你的 沒有減息給你 因為你也是在用這個做 用這個 你的家人在住 或者你的寫字是一樣的 寫字是住宅 工商店就是 你明知道 你疫情的時候 那些店舖做不到生意 做不到生意 或者根本都隔壁開 他就要求減租 將租減到一兩成兩三成 很低的 他就生存到 過了疫情 過了疫情 過了疫情開始 一萬兩萬五 我升了五萬 他說你加了一倍 現在我自己做法 就是太低的租金 那些我不租了 我們半英租入到期 我不租了 我已經刺了出來 再租過 我做過 譬如有一個租金是十萬 跌了下去兩萬五 到期我不租了 就是完了 我不租 怎樣也不租 刺了出來我再租回十二萬 現在就是很多情況出現 就是做不到 第一 第二就是很多連鎖店 包括快餐店、連鎖店、太興、朱原廚那些 本來有很多舖位 現在的做法就是 以往賺錢的舖位 我一直保持著 不賺了 就不像農場那樣 農場那時候五六十間店舖 不是每一間賺錢 你十五六間賺錢都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仰著那隊的艦隊那麼大 你拖死你 現在就是精英制 總之賺錢的那些我就保持 不賺我就刺 變成多 但是有很多補充來的 有很多補充是在國內的品牌補充 國內品牌一直補充 當然他補充未必成功淘汰 又來一些 又來一些 然後外國都有 你現在有日本 什麼全部都是有很多來 實際上如果說 香港的品牌集中 全世界集中得最多是在香港 即是保持著 這個是變化期 變化期 所以吉舖突然刺得這麼多 因為大家做業主的心理 我不租了 我刺了之後再租 這樣就出現了 吉舖出現了 半年之後看 你會發現吉舖很多都會租出去 就好看 我也是跟同事說 沒辦法 你做好人 對別人 人次都是自己殘忍 我說你沒辦法 做生意 沒辦法 那件事是值10萬 我要你15萬、20萬 因為你在做生意 賺錢 不是 我們是拿回市價 我覺得 從很多數目來看 你是沒得騙的 譬如像紐倫港一樣 很大的商機才出發 紐倫港出來 如果不是 紐倫港的商機出來 實際上我們豪宅那邊 也有很多新外國人進來 新外國客人來了 我住那裡也有很多外國人來了 但是 全部不是很多報道 這樣才會出紐倫港出來 紐倫港不是自己作文的 但是這些要遲一點反應出來 減息是有效的 減息是怎樣有效的 減息是怎樣有效的 減息對於一般人的消費是強了 那它可以在這裏 在香港消費 但是香港人也要有少許的概念 不要為省少錢去深圳買肉 買雞買食 你去吃飯沒有問題 因為不會影響你很大 難道薩先生約我吃飯 難道兩個人 或者一隊人 走上深圳吃飯嗎 距離都在香港 我覺得現在變化緊張 大家捱了 那時好像昨晚一樣 昨晚我去高級酒樓吃飯 他說爆牆很多地方是包牆 不是爆牆 因為包牆和爆牆 因為高級酒樓是有分別的 包牆只是滿座 很多散位 有些散位吃便宜 但包牆一定貴 台上也不貴 他說很多包牆 差點沒辦法 那些股票就升了那麼多 我現在有少許擔心 近日賣樓的人 可能幾個月後 四五個月後 就好像上星期買了股票的人 突然升了那麼多 我覺得我自己 海洞的思考生 但我覺得樓市的反彈 是會突如其來的 為什麼突然其來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趁低吸納了那些物業 現在那些物業是可以摸走的 以往你是不可以摸走 譬如這個物業你低價買入 人家給你10%你賺 你摸不走 因為你要給稅 那你就把價格拿下來 但現在你可以摸走 現在有人 譬如你一萬元買這個物業 一呎價買回來 現在有人給你一萬一千元 你可以摸走 減了兩分鐘 你也有800元賺 這個提價就會提升到10%上去 這個是很快 這個以前的中元指數 計算上升樓比較快 是不是你出了辣椒 買入都不能動 跌了再跌了 如果有SSD 不會上樓 因為要再出回來的時候 要等 但現在沒有了SSD 近日買的樓 近日最低價 如果買的樓 有人給錢去賺 那他賣走不出奇 一點也不出奇 所以不用太悲觀 不過我要指出一件事 住宅和工商鋪的處境很不一樣 住宅就只有4.1%的空置率 但是寫字樓去到15% 如果你這麼多空置 你站硬的租 你自己站硬 可能有別的業主 就忍不住 你平便便租 便搶了你的客人 他們也很感謝你的 你十萬變十二萬 他們可能七萬八萬便租 那你就要看環境 所以我又傾向面對現實 真是市不好 你調整租 你就能牽到那客人 起碼自己有租收 否則整個舖子、寫字樓的舖子沖餐住 你更辛苦,你沖餐別人走 我意思不是,我意思是 本來是值10萬的,舊租10萬 我2萬5租給他 我現在要5萬,他也不允許 你不是5萬不允許,他不允許就租給別人 你租12萬,你拿自己辛苦 我拿出去租,我都不知道他租到12萬 我不是要12萬,我不是要12萬 別人主動給你 上帝真是厚愛於你 不是我主動給他12萬 不是我要12萬 他給7、8萬我也很開心 但他主動給我12萬 我同時就做了 所以,減息對零售業是有好處的 我之前不知道有沒有在你裏說過 美國減息,美元匯價就會下跌 美元匯價現在跌至1 以前為何香港人喜歡出去消費 不想消費去日本買東西 因為港元跟著美元一起上升 因為AY diesel又下跌 而日元又跌,人民幣又低 你出去買東西便是好小 很少的,你值錢的港元佣 keer不值錢的日元 你覺得那些物品便便便便便工 美式下跌,美匯又下跌 香港聯繫匯率,港匯又下跌 港匯下跌之後有甚麼情況呢? 香港人去旅遊不想消費 一唱,唱到的人民幣少了 那些東西便貴了 如果美式下跌多些,港匯又下跌多些 香港人出外消費的熱情會降低 外地人來香港消費時 就像我們去日本消費 覺得東西會便宜些 所以這對零售也有幫助 另一方面,對於投資者來說 以前放到銀行,4厘、5厘 最近只剩3厘 你說想存一年,不存你的銀行 現在是越長,越少息 那存款的人便開始搖骨 會不會又好像以前那樣存一下 零息還要收我手續費 所以有些人會將資金去投資 而投資呢? 以前他可能要4厘、5厘才肯投 如果利息跌了之後 他對投資回報的期望亦會下降 如果一個人本來要4厘 現在3厘都殺的話 資產價格便可以升成3厘 你計算數便知道 譬如陳樓租開12000 如果你要4厘,你可能值300萬 要3厘,你便值400萬 所以回報越低 就是我們對回報的期望越低 那個資產價格便會上升 所以如果只是減息 從技術上去分析 是已經對資產價格有明顯的上升作用 為什麼美國這次減息股市都沒有升那麼多呢? 因為美國減息是因為經濟不好造成 失業率上升 聯儲局要舊市 所以他一方面有減息技術上的得益 另一方面有經濟不好的壓抑 所以就抵消了 香港就不是因為香港經濟不好而減息 香港要跟美國而減息 所以香港減息的技術效應就會明顯些 所以我認為工商店雖然沒有住宅那麼好 但是在減息之下 都多少會得益的 那個樓價 我們因為港幣也很強 美元也很強 現在美元也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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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港元跌會令到港元計的資產價格上升 所以銀行不借錢給你就是這樣 因為港元強借給你 到港元弱的時候你還錢給他 他很不值 今天也很感謝兩位的分享 相信大家聽完兩位對於減息之後的樓市情況 都相信給大家一些參考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這個世界買有風險 不買又有不買的風險 連官網都有風險 物業投資者一件事一定要記住 不要想著可以罵底 你多聰明都罵不到底 買之後再跌些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看後市上